我们可以看到高雄市环保局的人员 是针对在瑞丰夜市这边 每个摊位的就是走道来进行消毒 而在这个摊位里面 到时候也有经发局会来进行消毒的作业 不过高雄市长韩国瑜 今天就特别有两个行程 不过在稍早除了瑞丰夜市的视察之外 更早八点半 他是临时在这个半夜的时候 才增加了要到汉神巨蛋视察的行程 可以说是高雄疫情让他相当紧张 因为这整个的这个疫情 在这个确诊者就有到过了七个足迹点 在高雄可以说是全台最多的 所以这疫情紧绷的关系 不过他临时增加的行程 说早上八点半要到汉神巨蛋视察 也让他吃了闭门羹来看一段当时情况 那比较抱歉一点就是因为内部 现在专柜人员正在收拾 还没有一个清洁的一个动作 所以说如果说市长您目前要 看到那个实际那样清洁的动作 现在可能他们现在目前是在理过 整理的一个状态 对目前的我们的计划是这样 是昨天晚上我们大概开会到半夜 然后赶快去调配出来的一个计划 跟市长您这边做报告 所以他们现在说的柜节啊柜台专业 那个柜台人员都在整理他们的物品 目前的话就是我们有联络 昨天晚上大家联络了这么多厂商 那并没有要求他们几点进厂 但是说十一点前一定要全部收拾完毕 收拾完毕我们做第二阶段专柜细部的清洁 麻烦一下不配合的厂商请告诉我们 没有不配合的厂商全部都配合 这是市府的一个要求 那重点还是为了公共市民的一个安全 那还有包括整个所有专柜员工的安全 这我们一定要做到 没有不配合的专柜 谢谢你们还自动延长 非常非常感谢 是是是谢谢 那就晚一点我再来看好了 是好高雄市长韩国瑜呢 他说呢那就稍后再来 因为这个汉神巨蛋的柜姐 柜哥都还要先收拾他们的这一个位置的这个状况之后 才能进行消毒 预计要在十一点 其实前一晚呢 这一个百货公司就有在对外媒体来说这个部分了 不过这时间点呢 似乎韩国瑜团队没有沟通好 造成呢这韩国瑜市长到了现场 吃了闭门羹而转往瑞丰夜市 不过这整个高雄的疫情可以说是呢 这个确诊者总共到过七个足迹点 除了这观光客常来的瑞丰夜市还有汉神巨蛋之外 另外还有这个体育场馆 以及这个医院也让这个相关人员是绷紧神经